身材壯碩 穿著橘色上衣男子 來到鄰居家鐵窗旁 鬼鬼祟祟 突然雙手戴上手套 動作俐落 開始拆開鐵窗 沒幾分鐘 螺絲被卸下 男子用力咬開一個空隙 整個人就鑽進去 不久之後 男子又出現在畫面中 右腳小心翼翼的跨出來 離去前 還不忘把鐵窗恢復原狀 把所有的螺絲都鎖回去 警方在111年的7月13號 中午的時候 接獲民眾報案 跟家中招竊 警方到場查看 發現被害人家中招入侵 竊取新台幣20萬 警方立即調閱被害人的監視器 發現竊賢是由六樓攀爬到五樓 然後將那個住家的鐵窗 撬開以後 用身體鑽進去住家內 然後竊取 然後再從那個鐵窗再出來 出來以後將那個鐵窗復原 以免被發現 屋主當時不在家 回家發現家中的財物不翼而非 調閱監視器畫面才發現 嫌犯竟然是鄰居 男子沿著隔壁棟的頂樓 翻過女兒牆 再闖入家中刑切 但似乎偷上了影 一共來了兩次 調閱監視器後發現這個竊賢 既鄰居也是治安故意人口 警方就立即派遣警力 在周邊搜索尋找 在人疫路段後發現那個竊賢 將他逮捕 並取獲賬款 警方在此呼籲 家中如果有放有大量的現金 或貴重物品 請可以安裝監視器 或保存在那個保險箱 或有上鎖的地方 以免遭竊賢竊取 短暖幾分鐘內 得手了20萬元 立刻去還債 好險警方及時的追回 讓這起重大竊案 真相大白 記者 黃紹明 金融報導